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怎么成这样了 两个普通的就是企业的日本人 不可能还是外交的日本人员 你居然是个服务行业 你现在不拉 卧槽 我觉得我都怕出现外交的事件 两个事一块说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呢 是一个我觉得还行的一个 网络上的一个主播姑娘 他做的个别视频还不错 但这个视频 我觉得也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看一下 震惊了啊 大和族的人居然担任了 纯博企中某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震惊了啊 大和族的人居然担任了 纯博企中某游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他的名字有四个字 德地利人 他是大和族的经济学家 他还是清华大学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的荣誉顾问 被授予对外人士的最高荣誉友谊奖 在2017年 他被聘请担任了纯博企的独立非执行董事 大家应该都知道 大和族是哪里的名字吧 震惊了啊 两个视频都看完 我他妈的就觉得 这他妈的洗脑洗的太厉害了 我就不发孩子的视频了 现在满全国 不管幼儿园啊小学什么的 都有这种仇日的心态 完了连孩子都讨厌日本人 完了 加上现在这两个视频 一个是 我觉得非常严重的就是一个服务行业 日本人也是国际友人 这个时候坐车你给人轰下去了 我觉得这是日本的朋友应该投诉 这是第一 第二 人家既然合法的来到中国 人家日本人的护照啊 还有人家的关系都应 要不然是从商 要不然就是家属 要不然旅游 要不然就是官 没有一个是犯罪分子 没有一个为反乱纪 你就这么着不服务 难怪中国经济跟傻逼似的 这他妈灌谁啊 这贯他妈宣传部门啊 你他妈哪有这么这么整天洗脑的 动不动又骂日本这日本那的 你全世界你都给得罪了 你就是把他妈把蒙目的 把他妈朝鲜的 把他妈俄罗斯的当爷爷看 恶心不恶心啊 这就是我说的 这他妈的什么玩意儿啊 这他妈的教育 教育成这样 日本第一高素质国家 我去一会儿看过 第一 长寿国家 长寿国家就意味着医疗 就意味着医疗保障是最好的 人家有制造业 有各种各样的 有多少诺贝尔得奖 咱们不学习吗 非得他妈的拿着别的去弄 那我还那句话 我徐晓东不愁日 我徐晓东记住了 军国主义二战时期的 我们要坚决打击个反对 现在的日本政府是爱好和平的 是与中国是正常友好邦交国家 这是周恩来总理牵头开始了 已经过去了四五十年了 四十年吧 中日友好邦交是三十五年还是三十七年四十年 你们口口声声说你们 他妈爱乖他妈什么了 就是 就通过这点小的事 包括什么武汉大学樱花什么 穿着和服照相就被轰出去 这是很傻逼的事 就包括人家穿着和服在大街上走怎么了 和服是他妈的日本的民族服饰 不是二战军装 知道吗 凭什么不能穿 就是很重要 就是我今天就告诉大家 就中国这里傻逼多 第一 活鸡不该 是因为你们他妈宣传的 就往傻逼宣传 这叫恶性循环 你们越这么宣传 普通老百姓越仇日 那么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的 泛达国家人 有几个爱来的 美国人还敢来 日本人敢来 日本人敢来 法国人还敢来 你们整天他妈的高兴 像我们他妈这辈子这么拿 他妈的牛逼电车 一百多年前人家就发明了 发明了电汽车 没有多少年 人家他妈就发明了电车了 咱们这还他妈新能源 你妈的逼什么叫新能源 操 手机 手机他妈 百分之九十九的专利 都他妈人海外的 人手机发明都是美国人 你们他用什么呀 从他妈地上跑的 说天上飞的飞机 海上游到游船 人家高科技 全是人家海外的 要不然咱们 咱们现在陆地骑马 他妈的船上的木船 天上屁都没有 就放风筝 你妈的逼就是 这就是中国文化 这他妈什么基本文化 我告诉大家 你们婆口婆心的教育 那些人 要正视历史 要学习新的文化 要要记住这些不好求恨 但是也要知道 人家现在的发达 现在的文明 好说是没用的 中国人傻逼多 就是骂 知道吗 而且什么呀 就他妈他们吃点龟才知道 这是实话 但是中国傻逼多 那也有明白人 好多明白人 我就希望我们 像我们明白的人 去真正的是爱国者 我们这样的才是爱国者 我们这样的才希望 真的妈的中国人 富强 老百姓手里有钱 生活富足 爱基本谁管谁管 只要老百姓好就行 我们他妈的爱国的 说到这儿 就是不好意思 就得逼多 你们知道吗 大家理解 因为这俩视频 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 关键就第一个 你们知道吗 第一个是很严重的 这他妈都有可能 外交事件的 这不开玩笑 你拒绝给日本服务 这你妈逼 你还是服务行业呢 第二个那姑娘 说大和足者那的 我首先我要说一下 大和民族 他不属于56个少数民族 那么也就说 这个专家 这个职位 他怎么得到的 他拿大和足什么的 这个我不讨论 但是 就他的这个 目前的这个位置 那既然能 人能上来 我觉得 就他的合理性 这跟民族有什么关系啊 这女的 这主播 其实我还不讨厌呢 这主播播这个 我不知道 你们熟的人 我问问这主播 播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我就说 最脏的话 你瞧不起日本人 牛逼你 他妈新冠 这三年 你他妈别扫码 你们就直接把这话说出来 阿尔马 阿尔维码 都是日本人发明的 妈的逼你要筹日 你别扫码 你付款 别扫码 你他妈捅完核酸 别他妈出那码 那个码核酸的形成码 那些都是日本人发明的 你他妈就是一屁 你他妈就是一家里的干尸 你他妈出都出不了门 你好意思说吗 就是签骂 这女主播挺好的一小姑娘 怎么他妈的 发二逼呀 传过去 我小松就这样 我再说一遍 我反的是日本的军国主义 我讨厌 我抵视 我憎恨 但是我不反对 现在的日本政府 因为它是中国人民的 正常友好邦交国家 这他妈不是我说的 这是现在的宪法写着呢 什么时候跟日本断交了 你们再骂 行吗 要不然别点逼逼 逼逼你们 他们就反 别说反国 你们就反国 你们就是汉奸卖国贼 就这句话 说大家你们明白吧 就是再有人整天仇日仇日 你们就说你就是汉奸卖国贼 为什么呀 我们政府 现在跟他们日本政府 是友好正常邦交国家 你他们那么仇日 就相当于反政府 你妈的 你们把这句话说来 我告诉你们 这句话 不管是走大街上 还是走庙堂之上 还是在他们牌务所 说这句话 没有任何人敢反驳你 懂吗 就这句话 现在友好邦交国家 你反日就相当于反华 来啊 傻逼们 再说了 你说这两个日本人 穿着日本军装 晚上就打这那的 咱们让他滚蛋 没毛病 这司机师 往哪走 没事 啊 他妈的 这是吗 不是 人家两个他们做买卖 或探亲的 或者公派的人 你哄人家干嘛呀 就这个 还改革开放 操你妈 现在还他们有改革开放吗 操你妈的 这司机 我告诉大家 就应该开除 他不是民族英雄 他是民族傻逼 记住我的话 这个司机是民族傻逼 这个司机 有这样的司机 这个中华民族就振兴不起来 也好不了 就是书变个柜子的傻逼 华说 我说的 不服找我来 新出的啊 看见没有兄弟们 有电子显示的 这相当于一条 半条以上烟的量 大家想这忙 现在赶快预定 因为他妈的抢购太多了 东哥牛逼 我这是吸我吗 我操 我忘了是不是吸我了 MAT的东映 冬天的东 我的东啊 买就行了 不含烟油 不含地骨钉 告诉大家 在屋里都能抽啊 这是他妈的时间局批准的 国家批准的啊 这不是药啊 这是食品批准的 所以是合法买卖 放心吧兄弟们 薛耀东做的事 一切都是手法啊 感谢大家 咱们继续 说到他妈的 日本 就是刚才推特上 有一个他妈的 一个衣杂 按着嗶嗶 叫他妈的 叫什么穿来着 我呢 今天就直接告诉大家 我就很反感他 我跟他无冤无仇 操他妈的 我在推特上 发我的一个日常生活的 一个小玩笑 就给他激动的 说我变态吧 说我这哪 还说他心里不是 生里不是 你妈了逼 生里不是 你还不就 杨伟的杂吗 好了 我特别不喜欢这样的人 好了 今天东哥开始 东哥从来在全世界 做移民推荐 从我要出国 从美国 一直到他妈的韩国 我到处给大家聊 怎么出国 怎么移民 没错吧 大家看我以前的节目 我的 为什么很多人看这节目 因为我薛耀东真诚 不直接找移民公司 我薛耀东 直接找在美国 生活好多年的华人 和最近到的华人 包括英国 包括澳大利亚 包括他们的 那个法国 连俄罗斯我都问 所以因为这样 东哥才很真实 对吧 很多人才看我的节目 才信我 说东哥 你推荐一个公司 我们就信任 我对 第一 我不推荐非法的 第二 我推荐的都是他们正常的 但是都需要花钱的 你要说是走线 跟我不关 你要是劳务派出 也跟我不关 我做的就是正经八百的 移民 不管是学习 不管是投资 不管是优秀人才 不管是技术 但是都是合法的 我推荐 没毛病吗 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话 我说全世界 没有任何一家移民公司 会骂我 薛耀东 会坏我 因为我很真诚 我没有挑过 挑衅过 或者得罪任何一家公司 好了 今天这个子挑衅我 我呢 小心眼 这我就想干 这哥几个 你们要骂我 我就想干样子 我发出来 大家看一下 他长相 薛耀东 不欺负你 我按照你们日本法律 在日本的华人朋友 给我找的 叫通过工商网 找出的你们公司 还有什么 你的职位 这是你的房地产公司 专门做华人移民的 你也是上海人 上海人 对吧 我合法找出来了 我拨在这 我今天就明着 以我个人名义 告诉大家 我薛耀东 从来没有批评过 任何一家移民公司 今天 这家移民公司 这个人 大家看仔细了 移民日本的 尤其是在日本 做 在日本叫大城 大城有限会设 灰色 不动产 这个人叫石川 这照片都在这 今天我第一个向大家说 我严重不推荐 日本这家移民房地产公司 日本的华人 和准备去日本的人 华人你们看好了 这家公司 大城有限什么灰色 这个男的叫石川什么 我不推荐 大家通过他 在日本买房子 买卖房子 或者是移民 我不推荐 为什么 小东 你小肚鸡肠 不 我告诉大家 我发一个正常的生活帖子 他都觉得我变态 都觉得我就定性了 我的人格 定性了我的 叫什么样的人品 通过就几秒钟的一视频 他就能定性一个人 你们想想 你们把成千上万的钱 给他 让他给你买卖房子 让他给你做一些资产的配置 你们能相信这种人吗 明白了吗 这家公司 跟我无冤无仇 我今天这个视频 我咨询了法律了 咨询了日本的律师 人家告诉我 做这条视频 没问题 我发过去 让人看了 我合法 我再说一遍 他这家公司 我不说什么 但是这个人 我不相信 因为他的人品不好 这是我孝耀东说的 所以我推荐 所有上日本人 或者日本华人 不要在他的公司里头 在他这个人家做买卖 原因就是我不相信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的人品有问题 就这么简单 我老说你们别挑衅我 我孝东真挺牛逼的一人 尤其你们做买卖的 别挑衅我 没车 上赶着找死 那我配合你啊 你后头有你爸爸吗 有你进主爸爸 有你爹吗 你告诉我 你后面爹是谁 是你呀 那自己玩的 还是你有公司 想跟我干吗 你要牛逼 这叫什么 是穿你牛逼 把你后台公司 你抱出来 我看看 我现在能查的 就是大成啊 照片都有 我再说一遍 我跟大成 这有线回社 没有任何瓜葛 我也不得罪你们大成 但是在里头上班 这次叫石川这人 人品差 人品差 随便的侮辱他人 就我说的 你们所有华人 能让这种人 把钱安心的给这个人吗 长得真是其貌不扬 但是我不想做人格攻击 我就说你的人品差 证据都在我这 但证据都有 推特我都发了 所以今天 我又告诉大家了 我极力不推荐 这个公司 任何问题没有 就这个人 我不信任 所有的日本华人 准备去日本移民的人 这家公司 这个人 叫石川 是个上海人 别找他 找他 有可能 你的钱会打水漂 找他 有可能 你的投资失败 找他 有可能 你整个的移民的进程失败 我 徐耀东 为什么这么肯定的说 因为 这是我第一个 第一个 我今天实名 告诉大家 别找他 做任何交易的 华人的一个 华人 他公司 我不敢说 我再说一遍 我这有视频做证据 我不敢 你们告诉哪 他公司 跟我没关系 就这个人的人品不好 我不相信这个人 能给他们很多的移民的老百姓们 带来真正的安全感 今天我说到这了 这个视频 我将到转发所有的日本平台 我让我的日本朋友们发出去 这是我说的 牛逼 好好做你的买卖 行了吗 好了 下面 继续 我徐耀东就推荐了三家移民公司 我到现在 两家是欧美全世界的 一家是日本的 我告诉大家 今年是收紧 所有世界收紧 希腊 你们都20万 25万欧吧 告诉大家 涨到60万欧以上 西班牙马上涨到80万欧 就各个国家都开始提高门槛了 所以 大家想怎么着的 想清楚 尽快 所以如果你有想法移民的 这家公司 我说一遍 这是日本 杰哥 很多人 咱们都认识 这我信任推荐 因为这哥哥 我们在北京见了几次 我身边五个人 我推荐的 都是通过杰哥走的 经营管理签 你看王外泽也办经营管理签 对吧 他有他的公司 这杰哥是我信任的 所以呢 大家 你们选择 可以考虑这家 你们可以找他去咨询 这条维码 可以问 因为现在 加拿大缩紧 美国缩紧 完了连他妈的希腊 西班牙都缩紧 当然了 澳大利亚和西西兰太贵了 所以日本期待 确实是非常非常可以考虑的 你们可以考虑他 这家公司 说完 该收多少钱 人家收多少钱 我再说一遍 拿钱办事 而且呢 我放心 这是我能推荐的 下面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做的是全世界的移民 主要是做北美欧洲的 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 亨瑞 你们一查 晚上一查就知道 这份公司很大 实话 我也是推荐 推荐了不少人 推荐了不少人 实话 这个大家可以考虑 这个是一个老牌的公司了 亨瑞 说完 第三个 这家公司十多年了 为什么呀 这家公司老板是我学生 不能说我学生 我会员 我们一起打拳十多年了 我为什么信任 就是因为打拳人之间 是有一种很好的信任感 这个我没法解释 就是用拳头说话 老板老哥打皮精脸肿 第二天搂着我吃饭去 就他妈是练武的爷妈 所以他这公司我信任 但是说花钱 我一定花钱 但是保险 保险 那他收了钱能办事 就这么简单 他们这边的强项 就是圣基茨 圣卢西亚 马上拿护照 快速的资金怎么转 就是避险 张兰他妈 不就是圣基茨的国籍吗 翘江兰张兰他妈 懂吗 这家公司主要做的是这个 当然也有欧美的 北美的移民都有 你们可以找他咨询 三家公司我说完了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我继续推荐三家 但是我第一次不推荐他 这那一家 大家也看见了 对吧 个人求怀 我再说一遍 这是我个人仇恨 我孙小冬就活得坦荡 这家公司没得罪我 他有没有业绩 跟我没关系 就是因为这里的这个人 一个老鼠屎坏了一锅粥 所以我不推荐这家公司 我也不推荐这个人 这是我说的 原因就是跟我有个人温度 我没招都没惹他 上来恶心我 牛逼我他们天天恶心你 我再说一遍 我这就是不放 我净发 我全世界都知道 就这家 我现在再发一遍 这家 大家记住了 这个人 专门是在日本 做房屋买卖的给华人 华人别信他 为什么 因为他 我认为他不可靠 这是我说的 因为他到处侮辱人 因为他 就看了我一个小搞坏的视频 就把我定性我的人设 我他们人设 那是怎么着的 我不喜欢这种人 你们能 能高兴把钱给这种人吗 不靠谱的人 你们信 这是我说的 今天这视频都 他们跟日本有关系 操 我去不了啊 勇哥去了 我操 勇哥去观光 也考虑那的上学呀 什么的了 真好 得我一句啊 东方你老说日本好 这这么的 那咱们学习日本吗 对不住 这我得还说句良心话 咱们学不了日本 为什么 差距太大 就像日本是一辆小汽车 咱们是一辆自行车 知道吧 咱们唯一的能他妈的赶一赶的 是韩国 Korea 是韩国 咱们努努力 看看能不能向人家韩国一下 学习就行了 日本 近二十年吧 咱们赶不上 我说的 我绝不愁日 我要求 我不愁任何国家 学习任何国家的先进理念 先进东西 这才是真正的爱国者 整天愁你妈了逼这个 愁你妈了逼那个 愁日愁美的 你就是大傻逼 别管你是干什么的 别管你家是哪个部门的 别管你家什么官员 整天愁着 你就大傻逼 如果整天你家就喜欢日本人 他妈二战的 你妈了逼 你就钻进棺材板里头去 知道吗 钻进棺材板里头去 就他妈找他去 要不然就时空穿搓 别他妈现在逼逼 知道吗 行了 这么着 一秒内 牛逼 功能 肌肉耐力等方面着手 提高学童身经性质 每堂课收给200到300元人民币 吸引不少家长 惯罚老师